1 2 3 4 2 1 2 3 4 2 2 3 4 3 2 3 这是正常的我们的鼠拍子 但你说四二拍能不能跳 也可以 四二拍 1 2 2 3 2 4 2 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有一些代表的曲目 你们可以感觉 因为比如西班牙斗牛市 这个就是典型的四二拍 有点进行曲的状态 这是四二拍 但是呢 你要从Tango这个 他这个本源 这个Tango 这个不是国标舞Tango 你是从Tango的本源来说 Tango是四四拍 那你说四四二拍能不能跳 也能跳 就是四二四四 都是可以是Tango 就因为我们这个 现在其实我们的曲目库里面 比如说你们看 听的这个曲目库 好多都是四四拍的 但是呢 书本上写的是四二拍 但是我个人认为 那是可能是 某些时间段的一个说法吧 但实际上应该是四二四四都可以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这个 所以我们有个喊节奏 Slow Slow 亏亏 慢慢快快 就是一二三四亏亏 S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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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两拍 Slow 亏亏各占一拍 亏亏 亏 Slow 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们不用太纠结这件事 因为有的人会说四二拍四四拍 都在纠结 其实Tango 其实是四四拍 就从Tango本身来说 但是国标舞的Tango里标注的是 四二拍 它是可能是在 可能是一种 国标舞的一种跳法吧 但是不用太纠结这个事情 因为大部分你现在看的表演的 那些Tango 还有一些咱们现在 最有些很受欢迎的音乐 这都是四四拍的音乐 但是没问题 它属于一个系统 一个系统 有时候只是重拍的点不一样 回来了 比如说 大家可能听到这样的音乐 那就是四二拍 对吧 或者七八亚斗牛是 那个也是四二拍 但是你想 你这样去跳Tango 哇天哪 真诚的进行曲了 所以说 我认为更有感觉的选择音乐 应该是四四拍的Tango音乐 会更有感觉 希望大家就去 去好好去理解这个事情 不要一棍子打死 或者是不要太极端 不要较真 你只要别跳成四三拍 其实在那个Tango的世界里 真的有华尔兹 我说的是阿根廷Tango 阿根廷Tango里面就有华尔兹 就是四三拍 一二三 这也是Tango 但是这是 归于阿根廷Tango 所以大家要说起来比较复杂了 对你编舞规律一定是按一个乐剧一个乐剧 八个小子也是一个乐剧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四二三四五二三四七二三四八二三四就是一个音乐的节点 然后再开始进入你的下一个口味 所以跳舞呢在编排的时候要根据音乐 根据音乐以后呢你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去 现在我们现在跳舞很多时候整个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味道 就是都是一个味道 都是巧克力味 都好猛 其实在有些舞蹈这个音乐 根据音乐编舞的时候 它有些时候是悠扬的 有些时候它突然会有改变 有些是非常高昂的某些这个音律当中 所以说还是要按到这个 我不知道你说的八四规律什么叫 应该是八小节四四四拍 八个小节像一个乐剧这样一个概念去编排 对是这样的 我们一般会有时候你会喊节奏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是这样的去去去喊节奏也可以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四四二三四四三四四三四四四三四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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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六七八 那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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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的乐剧了 但是你如果说到再小你只要把一二三四一二二三四你只要跳准了 因为比赛的时候容易你不能从乐剧开始了 因为比赛的时候人太多你开始的方向和时间有时候不一样 所以你不能按乐剧来了怎么办 那你就按四拍的这个规律只要你卡到重拍一就可以了 贪固的力量重拍在一二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四四四四四就是这个头很关键 非常感宝 点 ON 点上